你爲何Danny不早些介紹呢 我早些介紹的話 你就不會看那麼多集 我開玩笑開玩笑 最近看了很多Town House 大家都做了專家 還有一個Town House值得去看 值得我去錄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介紹 所謂Town House的天花瓣 什麼叫天花瓣 逐點說就叫頂配 用的用料 這個位置和建箱背景都是一流 不是一流是天花瓣的一流 今天就來到這個項目的show room 它的show room真的很隱蔽 這些好像收賣好東西 知道不需要特地帶張旗鼓 都可以賣得到的項目 因為我進來 簡直眼前是一量的 這個項目就叫Enzo 20個精品的Town House項目 位於59街和Camby街 非常之好的位置 因為全部都是有步行的距離 去到哪裏呢 明堅基維 Oakwich 對面的Camby Garden 跟著對面的Langirl Golf Course 在對面的櫻花街Renoa Park 這個項目叫Enzo 我已經走到整個圈的一個 示範單位 但是都還未看到 那些正的東西 廚房、Bathroom和書房 如果新來觀眾未做 賣少少港龍蕭去片 下面有紅色的鈕 訂閱鍵 按了它 開了鈕鈕 免費的 我們將會有什麼新片呢 YouTube告訴你 我們馬上去看Enzo 說說地區 這個地區在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叫做South Camby 在Langirl Golf Course對面 59街和Camby街的位置 周圍都是很多很多的公園 亦都很多學校 亦都很多大型的發展 有什麼大型發展呢 附近應該大家都聽過Oakwich 大家應該都聽過Marine Gateway 亦都聽過在Camby街的Oni Camby Garden 或者你未聽過 在57街 在Camby街 亦都會有一個Petterson 一個大群組發展的大項目 更加大的 好像差不多跟River District 那麽大的 待會就和大家下區 去看看它的情況 直接去那個地區 大家逛逛 還有在這裏買西區 一定是在內街位置 內街的優勢 靜 還有 學校區都非常好 亦都是走去 不需要過大街 我亦都是稍後節目 未升 就和大家走去 直接走去那間小學和中學 還有 Camby Center 還有Sky Train 真的走光了 賣物錯過 說一說它整個發展 20個單位 分開了 有個小型Quad Yard 但是Quad Yard 不如過一過 來看 因為它的標榜 就是這個 特別長 特別大的一個Lock 我們這邊 可以見到 59階 就是這裏 全部的Town House 都是座北向南 向南就是這邊 北就是這邊 這邊 59階 對面基本上就是Camby Garden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一條Lane 接著旁邊就會有一個Site 就會建造六層高的食肆Partment 才是外面 才是Camby街 大家知道了那個情況 就是那個Site 在哪裏 在哪個位置 那些座頭是向北向南 另外 在這裏旁邊 這個Show room 給我玩完 這樣就會見到 這個Site 那個Town House的安排 前排後排 三個建築 來的 那個Parking 就下了下面 這一個基本上 是最頂級 天花版的Town House 的開織 為什麼呢 因為由上面 有天有地 這個Town House 由上面自己的生活層 可以走到樓下 樓梯下去 自己的泊車位 在這個 不需要出到平台 搭電梯之類的 這個是一個 Traditional 真是頂配天花版的設計 首先說一說它 因為它整個 整個Site的模型 都已經是標榜 這個東西 就是說 空間感超舊 因為平日一個Lock 120 已經是一個 標榜 33x120 或者40x120 在溫哥華來說 是一個標榜 標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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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Lock 很長 到160呎 他這樣說 所以 造就到 它兩個Town House 兩個建築的距離 足足有43呎 寫了在這裏 有43呎 擺一個43呎的中庭 我們說中庭 它擺了什麼 擺了很多自己休閒設施 給自己用戶 亦都會中間 做到一個小小的石 水石之中的溪垫 這些Town House 未必是個個都會 有個本事 擺到下去 因為要夠闊 這樣才有個空間感 還有可以擺到 這麼多的小小的設施 平時 只是一條走廊 另外 大家看到它的整個設計 非常之有 好像親切感 這個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設計師 Yamamoto的一個設計architect 它設計了整個項目 我看到是非常英俊的外表 也都是 今次不如一次過走廊 不要剪片 還有它整個4Pen 也是非常英俊 我們先看看它的4Pen 我們過來這邊 就會看到它 首先 整個電視場 因為我最喜歡就是電視場 大家知道 我們去看看它的4Pen A 因為前頭 剛才那一部分 在59階那一部分 就是Pen A 後面的是Pen B Pen A Pen A 就是1400多尺 Pen B 就是1500多尺 三房 加一個釘架 我們先看看它的Pen A Pen A 有四層 為何四層 因為剛才我講 有天有地 它由自己的生活區 一路下去 可以到泊車位 第一 泊車位的位置 會有一個Mud Room Mud Room之後 可以到達自己的泊車位 今次不同了 一路講一路看一路看一路 Mud Room 它是包了所有的Mud Room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這一個就是Mud Room 整個Mod Room 你走進來 基本上差不多是這麼大的 走進來 也有座椅子 也有掛衣服的Cabines 這個是Mud Room 不如我們上一層一樓 地下的那一層 看看它的生活區 這一個就是生活區 這裏看不到的話 我把它放進去 我在這裏看 你們看螢幕 進去 因為這堆是Town House 前頭的那堆是1400尺 但我覺得1400尺更好用於1500尺 為何呢 因為它其實是方正很漂亮 它的廚房是用二字型廚房 不是L型廚房 中度是非常大 進去之後 因為我現在說這件事 我們進去立即看廚房 因為用料是非常漂亮 是非常漂亮 未必是一個很好的形容詞 是天花板那麼漂亮 我們會看到 有一個生活空間 加一個dining area 在這裏 很大的一個設計 因為它還有方形 前頭也會有一個patio 即是自己的花園 在這裏 先關電話 因為我這一個 今次是玩第一次的one take 我們繼續進去廚房 你記住這個廚房 我們進去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身後 就是廚房的設計 差不多是1比1 很漂亮的一個中度 熟靚之中 先說一下它的用料 因為這個用料 不說的話 是太過浪費的 它那個台面 是用了Dankon Dankon Dankon是甚麼呢 如果有些要求的客戶 Dankon是一個非常之天花板的 supplier 你聽過Sale Stone 其實Dankon更漂亮 因為它內刮、內磨、內火 那甚麼叫內火呢 其實它有個整個package給我玩 當中也會有個火機 那為何要有個火機呢 因為它這一樣東西 這個爐頭是真的這些是沒見過 天花板的設計來的 爐頭是混合了整個Dankon的石面 完全是無縫的設計 但是它真的怕你們 真的怕燒不燒到 能否燒到 能否刮到 試給你看看 首先內火 有火的 然後燒下去 當然一定可以 因為它說是可以的 這隻東西 我不要燒著它 我正在燒著 基本上它是放得下去 這一個桌面 是真的做得到防火 防刮 另外它也有成複武裝給你 成複武裝 即是可以在上面的造針板 真的真的做針板 亦都可以在上面 防菌 亦都可以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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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用回用了Dankan Waterfall 石面設計 一個巴桌 一個聲盤 後面 剛才我提及了一部分 爐頭冰箱 爐頭用了PITT PITT 一部分 亦都可以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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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叫做火力 要買雪櫃或冷氣都會有BTU 17000 平時四頭爐那些是15000 17000 接著它便會用了FAMIC的抽油煙機 這個抽油煙機基本上是半professional的餐館 餐館是用這個設計 是不鏽鋼管道的抽油煙機 以及是超寧靜的抽油煙機 還有它已經是用600CFM 即是Cubit Foot Per Meter的吸力 另外 剛才提及了 用了Dencon的石面加個Back Slash 就是這個廚房的用料 接著是用了Bloom的廚櫃 不只是用Bloom的全櫃 可以過到我的骨 這個Bloom大家都看過了 漂亮的東西就一定用Bloom 但是它還有些東西在這裡 這個Bloom的廚櫃是用了Bloom自動開門 全部都是電動開關的 這隻便是天花板 這隻便是用料 買樓便是要買天花板 買天花板給天花板的價錢 但待會你會看背後的優惠 價錢 你簡直是驚喜 為何Denny不早點介紹 我早點介紹的話 你就不會看那麼多集 我開玩笑 開玩笑 如果樓本項目推出的話 我就會介紹 是這麼多 我不會玩你的 然後還有那些 剛才提到的爐頭 還有一個焗爐和雪櫃 是用什麼牌子呢 Fisher & Prickle 它這個 加入了咖啡機 進去櫃櫃 還有一個煮櫃 還有一個Steam Oven 還有一個大小小的爐頭 我最喜歡的是Fisher & Prickle 兩個Drawer的洗碗機 兩個Drawer的洗碗機 我最喜歡的是 因為我老婆是不洗碗的 不是說她 她真的不洗碗 她是用洗碗機 每次我們吃完飯 多碗也好 都是開一機 但是這個洗碗機 有大格和細格 有個大格和細格 真的正的 好像Costco那些洗衣機 有個大小的 這就是洗碗機 洗碗機的天花版 還有這個 會放了一個Fisher & Prickle 頂配的一個雪櫃 這個雪櫃 也是每個Compartment 都有兩個行溫的溫度 這個有兩個 冰箱也有兩個 然後還有 現在說廚房 真的很厲害 這邊廚房 我們會看到 她用了Pantry的設計 然後會有一個Pull Out Full Size Pantry 這一個就是一樓的廚房 用料 剛剛過到這邊 先說一下她的色系 這次真的很不同 和大家打遊擊 不知道是否喜歡 如果不喜歡的話 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她用了兩顏色 一個叫Rock 一個叫Rick 我看見 非常靚仔 我覺得深色一點點 是不錯的 因為整個10A 基本上是一個方形 寬 寬落 看上去會形仔一點 深色 淺色其實都不差 如果淺色 大家想看看效果是怎樣 這個Show Room 是淺色的 也都是淺色的廚櫃 地下都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用料 這隻地板是我們所說的 人質砌 英文有個名字叫Hering Bone 這隻是一個手工的地板 另外她用的用料 也是Engine Hard Wood 不是Laminate 不是Vinyl 是Engine Hard Wood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 然後我反正都在說第一樓 去看看這座牆 其實我很喜歡玩整個Show Room 給我玩的話 我一定和大家玩 看得盡 看到這個是Living Area 然後上去上二樓 有什麼好看呢 基本上我想讓大家看看這個 玻璃扶手上去 這隻是 上次我們在200 West 有木條扶手 我已經說空間感很足夠 但是這個用玻璃扶手 基本上在一個大屋裡才會出現 一個這樣用料的扶手 亦都是用家是一個便利 天花頂配置 我們繼續看那個4Pen 一路一去 再看完二樓 一上二樓 剛才那個玻璃扶手上二樓 便會見到睡房 因為它是一個方形設計 所以睡房全是非常闊落 放了Green Size床 很漂亮的很大的一個Draw 即衣櫃 窗亦都是很闊很大的 然後它亦都會有一個洗手間 很闊落 不會小小的 大家看那個4Pen知道 上去主人房 我又會說一下它的衣櫃 衣櫃裏面的配置 洗手間裏面的配置 我們接著說完主人房 便會說回整間屋 和屋苑有什麼配置 因為這間屋苑是非常特別的 我們繼續看 三樓就是一個主人房的位置 二樓上去兩間房 上去Ethel Hotel 上去三樓主人房 三樓主人房 基本上是整層 都是主人家用的 亦都多了一個Storage的墊 這個主人房 亦都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套廁 我們進去看 我們在這裏看這圖畫不好看 看它的實物才是正 接著擺到一個Joking size的床 Walk-in drawer Walk-in closet Walk-in closet 亦都有玄機 我亦都進去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showroom 我真的很驚訝 上到來 齊了 有廳 廚房 有這麼大的模型 有電視牆 亦都有一個廁所 亦都有closet closet都做了 真的很誇張 然後主人房 亦都有自己的露台 這個是Pen A 我們進去看看 視環單位的洗手間 因為它這個洗手間 亦都是一個full size 洗手間 跟大家展現出來 這個洗手間 它會用了主人房的配置 是一個W 星盤 石面 都已經是誇張 我剛才說 Denton已經很厲害 它真的不可以死 連主人房的石面 不會用Denton 不需要防火 你沒有可能在燒東西 焗焦頭髮也不需要燒東西 所以它用了cell stone 它用了cell stone 用了cell stone 來做升盤的抬頭 石面 然後還有三面鏡的一個鏡櫃 一開了它 你看到 全部裡面 都有鏡面 有層架的一個鏡櫃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 看到大幅的 Large Format 一個Tile 全部很英俊 整個Bathroom 都是 surrounded by Large Format 一個Tile 然後 還有地下 這一隻的吸塑 如果你不放地熱 真的不對不起自己 是有地熱的 這個當然是主人房 接著進去廁所的位置 廁所也是用了非常好的用料 接著我們這邊會看到 是用了COLAR的一個 懸浮式廁所馬桶的設計 這個好處就是 空間感離地 很有學問 因為我們家裡有一個 叫拖地機械人 如果拖地機械人 坐車放在這裡 擦實它 有些皮被撞到 才能擦到 都擦不完所有空間 但它就離地 你想想 如果拖地機械人 自己走來拖 根本整塊地都可以拖到 在馬桶附近 這件事真是聰明 亦是成本高的东西 这个是药物出在阳神上 但是我待会去到节目尾声说的价钱 说的优惠 你完全不相信是这个价钱 可以买到这个货席 我们后面会说到 Shower 刚才的Large Formate Tower 在这里围绕 还有Colar 騰温Temperature Control 有一个Shower 配件 这些全部是一个Colar 顶配的Hardware 很英俊的 有一个Shower Note的Shower 很全尺 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去水 我们看完这个洗手间 我刚才说了 还有一个主人房 有一个衣柜要说的 我们进去衣柜看看 我们进去衣柜 就是会看到它的用料 这些声音是我要特意去说的 我先放下这里 放下这里 每一个设计 它都会放了一个叫做Blum Say 亦都是这个大屋才配置到 放些什么呢 给程太太放些Diamond Ring 放些什么 很多人都喜欢放些架构 其实我最好放在架架构 一有人进来打劫 你就开给客人 拿些钱 自己放的标 放在旁边 因为你应酬了它 或者它不会再找你 我这样说 当然这些是送给你的 当然这些是送给你的 已经是入了墙 亦都是一个很英俊的 整个衣柜配置 这些就是Enzo的卖点 还有这个什么卖点 Enzo的查实是非常罕有的 整个屋都是做了智能的屋 智能的门锁 智能的门钟 智能的灯光系统 智能的灯光系统 智能的室温控制 它不是一个室温控制 而是一个 三个 然后还有智能的 Won Valet System Won Valet System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听过 在一些大一点的项目 精品一点 豪一点的项目 Won Valet System 就是一个叫做门锁系列 一个智能和高科技 用一个 用一个facial 可以开到大闸 那个是Won Valet System 另外 走出来说先 这个项目 基本上 这样已经够购买 但是它也不够 它也真的不够 还有它放了些什么呢 不如这边说 看看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 features gallery 有 它有 那我就说了 这里还有一个 好的发展箱 也是 这个是天花版的项目 也不需要 它这个项目 20个town house 它不需要 但是它也都 刚才说了 外面有 解山流水 有儿童休息 等等 但是它也有 一个 用户的 小时匯所 小时匯所 里面 放了Peloton Bike 也是 Peloton Trackmail 大家不知道什么叫Peloton 其实是一个 天花顶的 跑步机 单车机 可以接驳上互联网 亦都有一个 virtual coach 亦有一个 virtual coach 即是大家 真的有人在 好像WhatsApp 大家一起跑步 做健身活动 瑜伽位置 亦都在 这个是汇区的 你又要说了 它的管理费物很贵 待会你看到 价钱的时候 我真的告诉你 你买到就收到 我们先说完 刚才我说了 它是智能的家居 它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 智能的声音 电灯 的系统 现在你听一下 它是音乐的 你可以拍摄它 可以播放 可以播放到你自己的手机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 然后 还有 灯光 暗灯 灯 灯 我可以玩整天 然后 这个还有 刚才说了 三个智能行温 Ecobee 的系统 所以 这个项目 买到就是赚到 天花瓣行目 说一说价钱 另一另这边 在 这里 不如我们进去厅里说 这些做大事的东西 在厅里跟大家说 这个 很漂亮 这个战销中心真的很漂亮 在这里跟大家说 那个 价钱 因为价钱 不需要特意 躲在那里 它在那里 但是 跌了一张卡片 我已经拿了价钱 拿了优惠 价钱 价钱 大约 我们可以说大约 那 前排 1400多尺 的townhouse 有天有地 大家知道 有所有的用料 全部 所有的 应该预算是220万左右 左右 如果后排 1500多尺 应该是230万左右 应该有便宜无贵 有所有的配备 天花顶配备 220万 基本上在附近 BOSA 上次在49階那里 叫做 ROW 现在都已经买了 230 240 226 现在这个是一个 流花蜜 这个流花蜜 大竞商 一个自己 一个Vertal 垂直的 一个 有了 Best手挖環 财政非常之好 大个project 照做 新鱼 然后 大家都怕它 建不了 但不会 首先 温哥说 加拿大买楼 有一个 存款保障计划 即使 搞不了 温鹤 拿得快 拿回存款 但不要说这些 壞事 先说其他数据 刚才说了220万 基本上 全部的天花顶 项目 是 送给你的 校区 校区 有 Churchill 有 少学 走同一条 57階 有 有 Skytrain 有 Marple Compute Center 那裏 也有 Langara Garden 新的项目 Omrish Marine Gateway 整个地方 已经很好 内街 还有 价钱 很好 还有 管理费 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 不需要放些东西 但它真的有 这样的小型 健身 还有 里面用的东西 是漂亮的 天花版 跑步机 还有 还有 应该是 4毫尺左右 应该低 也有少 没有多 应该是 3毫、6毫尺左右 我听它这么说 亦都是 全部东西 都 真是 这个叫做 是很不合常理的 定价 和用料 买到 就是赚到了 今天 就在这个showroom 说了这么多 还有下一个部分 我去那里 的site 那里走 跟大家介绍一下 走得很辛苦 所以我买少点广告才去 你不要这么快 铁片住 下面有一个订阅链 按了它 开启充电免费 我将来什么新片 youtube再告诉你 我们去下一个部分 在site 今天好天 应该 不要那么懒 应该 拿个韓拍机 但是毕竟没有带 在site 那里 刚才那里 走过这边 后面 看得到 是 Only Garden Only Garden 在59街 和Camby 第一期 建了一些 高层的tower 应该 大家都 经过Camby街 都看到它的 建筑 现在建了 第一期 在卖现楼的condo 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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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那堆 townhouse 升价比挺高 如果你真的 想买一些燃楼 townhouse 不妨 问一问我 现在走出来 基本上 就已经去到 Camby街 Camby街 59街 对面 就是 Yukon街 Yukon街 那里就是 很出名的櫻花街 春天就快来 应该 很多人都会 准备去拍櫻花 那条街 Yukon街 很多櫻花 开得很漂亮 很漂亮 接着 我们现在走的 就是Camby街 一路下去 下面 看到很多 tower的位置 就是 Marine Gateway 也有T&T 那里会有大通话 T&T 有气院 有地铁站 那里 现在 当然要走一段路 但是 将来 Camby Garden Languerra Pederson 有一个大項目 等下我们走到 那个街口 我先说 起够所有的 这些大tower 起够完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新的Skytrain Station 好像在 不是59階 好像在60階 这里 不是 58階 那么 那个Skytrain 已经在那条Canada Line 已经建了出来 将来它在那里 就会建个Skytrain的站 在这里 这个地底 已经有Skytrain 它就建个站 在这里 这一堆的人 现在走到 这里附近 跟大家看一看 旁边那里 已经是 那个 温哥华 都算几多公园 旁边就有个Languerra 那个Golf Course 在那里 后面就是向着 南边的Camby街 然后刚才我们所说的Camby Garden 就是Oni的Camby Garden 就在那里 那里 它的桌子都不小 因为它这里都有 这里都是距离 一路走上去 走上去那边 上面那边 就是41階 下面刚才那里 就是Mingway 这边就是41階 那 这个Skytrain 刚才我说的新的Skytrain 那个 那个站 那个出口 就在这个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看看它的图 就是Camby Garden 都会将来很漂亮的 很多奇数 在那里 亦都是一个大发展综合 Master Plan 来的 那 我们继续走 好了 那我们现在到来 这个Camby街 和57街的街口 那我们这里 就会见到 一条大街 这里的大街 主要讲一讲 因为这里就是 刚才我说的 Camby Garden Oni 有一个大发展 在下面那里 那 那个Enzo Enzo 也会在那里 下面那里 Enzo 现在这里Camby街 那 57街 对面 亦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这个是Peterson 这个是很大型的 现在还在做批评 申请 那 57街 这个位 这个口头这个位 其实是关键点 距离了两条街 刚才应该走 两分钟左右 这里 将来 这个口 就会有一个Sky Train 因为它起了 这一堆东西 这个 够了 人口 它便会起到 这里 刚才说了 后面有一个 另一个Golf Course 这里有两个大型的冲锅发展 Camby街 再上一上去 到41街 那里就是 Oak Ridge 发展 底下 有一个Mirning Gateway 其实这里是很方便 而且 以后 真的 什么都有 步行的距离 现在我上了到这里 如果以后 说上学 又如何 生活 已经有了 有了气院 有了 有了 有了地铁 有了地铁 那样 如何去上学 我们现在走到那边 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关键点 就是那个学校 让我少少喘息的空间 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一路走过去 OK 我们走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少少顺利气 说慢一点 就可以了 看到后面 那里已经是 Lingham Garden 那里是一个大型的发展 Pettersson 那边就是 Only Garden 即是 Only的发展 就是这里的 街口来到这里 所以很大的发展力 另外 我停在这里 先靠近一点 当然有话说 因为来到这里 这个关键页 在57街 和Header街 就是另外一个 刚才所说 有吃喝活乐的地方 生活 那当然要学校 那学校在哪里呢 这里 在Header街的向南边 在57街 南边就是Laurier的小学 跟着 向那边 就是Churchill 这个是非常之靓的 一条街 两间超级靓的学校 都在这里 然后还有 学校之中 想有社区设施 社区中心哪里呢 自己屋院的Palatine 都不够 有时 那里有个Marple 正在这里 这儿下去 Marple 的Community Center 也都在这里 所以这个Enzo 基本上是西区极品的位置 现在是欠缺 叫Sky Train 将来到57街 这个站起来 这个位置 真是无敌 用料是好 亦都是好的校区 Chur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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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ier小学 亦都有Marple 的Community Center 走到 明镜基围 对面就是Golf Course 亦都是Canby Corridor 的一个校影 一个低密度的 20个精品高质素的 一个Town House Enzo 你值得留意 我这麽辛苦 在这里 片尾的话 我买些广告 你都要光顺一下 新来观众未做 下面有个按钮 订阅键 按了它 免费的 我日常有什麽新片 走到这麽辛苦 你都支持一下 按下一个Like YouTube便会通知你 我在这里 在这个区 和你讲到这麽多 下次再见 拜拜 你看到汁也混合了 这个是Bonus 好像看电影的 有片味 和你聊天 走回去拿车 应该这麽远的 西区的路 就应该不要走 走到好似自己断气 真是拿去摔 应该拿个航拍机 今天没有带航拍机出来 所以自己拿来摔 拿来摔 是的 因为应该走路的话 应该是 叫做 在Metro Town 在Downtown Wishman 那些才适合些 因为 如果一路走一路讲 基本上都是很辛苦的 小弟都 几十岁人 或者不做得多少年 走路一路讲话 做得多少就得多少 你们就喜欢看 现在连汁都搅拌 这裏就是刚才Header街一路走下来 Laurier的小学 那边后面那堆 后面那堆就是Churchill中学 这边附近 全部近时 这个叫Dockwood Center 好像有些养老 政府的养老设施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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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裏都酝酿了很久 才被Oni 即正收购了 做他的发展 另外对面 那个Langari Garden 亦都是 那个Langari Garden 应该是 算了Oakris 之后 一个 真是超大型的发展 来的 它那个 规模 应该大过 大过 大过 River District 好吗 未必大过River District 但是 在温哥话来说 以来 应该没什么 那么大的发展 那 Peterson Peterson 好知人听过 基本上 它在后台 它是一个很大的 才团金主 发展Langari Garden 有个叫Peterson 有个叫Quad Wheel 这些是很少人知道的 亦都不需要知道的 和你一路走一路 一路 等你在这儿看下 bonus片段 一路说一下废话 你看到 在这个 这个叫做 South Canby 的位置 Langari Garden 位置 真是很安静的 内街来说 所以 Cuenzo 这次做一个压轴的介绍 在附近 都介绍了 这一排都介绍了很多 Town House的楼盘 由那个 由那个什么开始 Wheelowark开始 Wheelowark 应该是胜在 那个价钱 那个价钱 和那个location 好之外 Wheelowark 其实对面 有一个叫York York by Lissdara Lissdara 它的价钱都去到2.2L 因为它是traditional 那只 Town House 接着附近有28 West 接着还有很多的微货味 譬如有Grace 亦都有Dahir Sight Lines 那些 接着今天又介绍了 那个Enzo 不是说我介绍了 因为介绍不了那么多 因为他们20个unit 一个project 20个unit 一个project 尽量让大家知道 那个区域是怎样 还有附近的环境是怎样 一路走的 你都知道 这条基本上是59街 就是Enzo 今天介绍的楼盘位置 Enzo在59街这边 一路过去 对面就是Yorkon Wheelowark 樱花公园 说了几次 差不多走到车里 跟大家说再见 多谢你 连汁都转了 如果大家支持我 在下面留言 或者做点赞 这些动作 在YouTube 他会知道 多人看 多人赞 他就会推给其他人看 这里小弟在乐区里 先说了这么多 差不多走回到 楼盘 楼盘 楼盘在那边 楼盘在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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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